為什麼我們那一念心跟大悲咒跟佛號一接觸的時候 會產生一種加實力 因為佛菩薩的功德是雙向的 阿羅漢的功德是單向的 你看我們一念阿羅漢沒什麼用 阿羅漢是他的心可以 從生命的因言回到不生命的功德 但是他沒有回來的路 你看佛菩薩的心是雙向 上河十方諸佛本妙皆心 下河一切六道眾生 同一杯雅 双向 那么双向的心 他怎麼辦呢 他就把他的功德安住在他的聖号 安住在他的咒语 所以你看我们跟佛菩薩就能够产生感应 为什么 因为佛菩薩心本来是双向 我们在成佛制道当中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的过程是很重要 我们真的是要离开娑婆世界的因言 但是你是怎么离开的 会影响到你未来是怎么功德 你是用断面的方式 把它全部都断面而离开的 你以后你就要回来就很难 你把你的后路全部斩断 你可以选择逃避 当然可以 你可以充满了厌恶离开娑婆世界 当然可以 但是你总有一天你要回来 你要成就十方圆满 你就很难回来 我希望我们在成佛制道 你要有一个 比较长远的眼光 而不是说我赶快先出去 不是这样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是从假入空 但是你有一天还要从空出假 所以 嫩言经的这条路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方法就是 你要在不坏假象的角度 离开娑婆世界 假象没有错 你现在用一种极度厌恶的心 来破坏假象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我请问你以后怎么办呢 你后半段 你成就菩萨结尾 你后半段怎么走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处娑婆呢 所以本经的方法 可以说是提供我们成佛制道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你不要破坏它 你只要不随旺转就好 无助 无助 这个时候你回到极度世界 你下次再回到娑婆世界 你还是可以 跟众生结言 下河释放一些落到众生 以诸众生同一悲养 因为你刚开始离开的时候 就没有破坏众生的假象 所以你还回得来 嫩言经的好 不是只有断反 如果要断反恼 如果要断反恼那小善反恼多的是咩 他这个断反恼是没有后遗症的 问题在这里 小善的方法用非常激烈的方法 其实那个问题后面后半段很麻烦 你看看维摩绝经佛陀在 谈偏事小探道包围 阿罗汉对自己的悔恨 他当初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断反恼的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你如果有自己想要成就大乘的功德 你就要你的目标就是追求十方言明 你未来的功德是双向 善和十方诸佛 下和六道众生 那当然你要成就这样的功德 你的阴地就是不能坏假象 我希望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是断反恼 我们是在转反恼 人生是转 而不是叫你是断 你断了它你以后怎么办 你对因人所生活你怎么办 这个地方有很多你修行的观念 你要能够掌握得住 那么未来你 诸法应延伸 你掌握一个圆满的方法 你自然产生圆满的功德 你上对了一个正确的高速公路 你自然达到相应的目标 所以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 结果不是问题 你的过程会影响到你的总性 也就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 不是说你先学佛你就先成佛 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看佛华记你就知道 先走的不一定先到 看你坐什么车 你坐着大白牛车你就很快吗 有些人他就反倒就断得很快 而且他修行师修得很正常 有些人其实越修个性越奇怪 那就是有问题的 方法不对了 不过善巧 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 把整个自立的法门 把信带回家 自立法门回家的方法都讲过 我们下一坦课讲 从一个他立的角度怎么回家 下一坦课再来说明 好 向下文长 护再来日 回家 好 向下文长 愣言经修协法药 常亲和尚礼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6面 诸位他立法门 那么本经的修学方法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礼观 第二个是世修 那么在礼观当中呢 又分成了自立法门跟他立法门 这个自立法门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圣道法门 他立法门就是属于净土法门 那么这两个法门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本经把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是一个 我们讲是一个个体的生命 就像一个水泡一样 我们由于过去的善恶的业力 把今生的无印身心给创造出来 你现在有你的色身 你内心有一时的感受 一时的想法 那么这个无印身心呢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是有固定的相状 可能是一个安乐的相状 也可能是一个痛苦的相状 可能是一个善良的相状 也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相状 有各式各样的相状 所以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 是有它的相状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像 空间像嘛 那么时空的交集 要构成你的个体生命嘛 当然有相状的东西 它是变化的 是狭隘的 这是事实 总而言之 我们今生的个体生命是有相状的 那么第二个生命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 那是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它没有相状 但是它可是记住了 无量的功德之法 那么以圣道门的思考模式呢 它是一定是 直接啊 去入无相 从假入空 没有一个例外 你看 唯事中 三论中 天台中 不管它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学 你看里面的道理只有一个 就是把你从五印身心的相状 带回到无相的真如 只有一个目标 没有其他的目标 都是要你一切相 往万归真 把心带回家 但进入中的操作是逆相操作的 它是从一个无相的心性当中 从心出花 可以说从轰出甲 所以修净土中的 你心中一定要有个相状 你没有相状 你没办法修净土 遍佛人心中有两个相状 第一个 你对名号功德 这相状要建立起来 什么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你意思是一个相状呢 第二个 什么是净土的庄严 一个净土中人 你对名号的功德 对净土的庄严 这两种相状 没有建立起来 那你根本不可能感应到家吗 净土法门是一个 弥陀本宴射受的法门 也就是说 修净土中的人 你所有的功德 都是来自于弥陀本宴的射受 所以修净土中的人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想尽一切办法 跟阿弥陀佛感应到家吗 以你的心力启动佛力吗 那你心中没有相状 你怎么感应到家 你跟谁感应到家呢 感应到家是双方面的 所以说在净土中的修学 它的特点是 你在无相的真理当中 又要建立两个重要的相状 就是名号的功德 净土的庄严 建立对弥陀的感应道教 启动弥陀的加倍 在这个时光我们特别注意的 因为在二十五元通当中 这个念佛元通是特别的 其他二十四个元通 都是无相三昧 而念佛法门是有相三昧 你心中是要有相状的 所以古德说 念佛法门是一个 从有相入无相 虽然它表面上是有相 但是它是怎么样呢 但是暗和尔斗妙 巧入无声 它是从有相 但是却慢慢地 趋向于无相 道理是一样 好 我们看 这个讲义的内容有三段 第一个是 白佛归境之仪 二正述所修法门 三 解答言通方便 那么第一段当中呢 先说明这个菩萨呢 白告佛陀 表达他内心的皈依 跟恭敬的一个身口的仪式 我们看经文 大势智法王子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其从坐起 领礼佛主而白佛言 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的 当机的菩萨呢 是大势智菩萨 为什么叫大势智呢 因为这个菩萨 祂祭祖广大的威德之力啊 祂一举手一投足呢 都能够震动一切的 魔王的宫殿 乃至于能够震动 整个上千大全世界 这么大的威德之力 这叫大势智 那么这个时候 他跟同伦 这个同伦是指的同类 就是同修净土 聂佛法门的 这个五十二个阶位 这个五十二个不是书目 是五十二个阶位 五十二个阶位是什么呢 就是刚会地 就一个阶位了 十性十柱 十行十回向 十地跟等觉 这个 这念佛法门的 色德基特别广 从刚会地的凡夫位 乃至于到等觉位 都是依始念佛 而成就严通的 那么这么多菩萨呢 就集从做起 顶礼佛主而白佛也 这个地方等于是 先说明对佛陀 白告之前的一种 归一恭敬的仪式 这以下的第二段 才正式地来叙述 他所修的法门 那么这当中有四段的叙述 第一个 成白古佛受法 二详遇感应道交 三法和显示生意 是数级自立的他 先陈述这个古佛 所传授的法门 也就是说 每一个法门都 在佛教里面都是要有本 不像外道 你看外道的法门是五本之学 哪一个外道在山洞打坐 突然间看到什么影像 持牛戒 持狗戒 外道的法门是在禅定中 胡思乱想想出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道 没有通往涅槃的力量 那么佛教的法门 它肯定是要有传承 一定是 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的一个传承 那么这个佛是谁呢 是古代的一尊超日夜观火 我们看这个 念佛法门最早的传承 是来自行什么地方 看经文 我一往昔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以佛教我念佛三昧 那么大士师菩萨就回忆 他过去在黄黄位的时候 有这么恒河沙节的时间 有一尊佛出现一次 叫无量光火 那么从无量光火以去 到超日夜观火 这中间的一小节的时间 有十二个如来 相继的出现一时间 那么这最后一尊佛 对大士菩萨的启发 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 告诉我说 所有的法门当中 念佛三昧 三昧中王 直接从有相形 去入无相的三昧 这个是最容易得到成就的 那么念佛三昧 在偶尔大士的解释 说事实上 从本经的教义来看 是有三种的差别 我们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是唯念四佛 当然唯念四佛 就是他在念佛的时候 是意念他 内心的佛性 智佛就是智心的佛 所以我们 你看禅宗他也念佛 但是他念佛 他不是一种皈依的心 他念佛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佛号创造出来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他就开始思维 我为什么能够念佛呢 念佛是谁 他从音声当中 去找那个能念的心 所以他是 依止佛号的假象 从这个佛号的假象当中 把心带回家 所以这个唯念四佛 我会到的是说 跟前面的二十四个言通是完全相同 只是说他的下手方便是从佛号而回家而已 从音声而回家 所以唯念四佛是属于圣道门所收舍了 第二个是唯念他佛 唯念他佛是我们一般人比较习惯性的 就是意念十万亿佛土外的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 当然他的缺点就是 有一点心外求法 你心是向外攀岩 向外攀岩的心 你的心就容易被破坏 因为它是生灭变化 就不牢固 唯念他佛的缺点就是 你那个念佛的心 在临终的时候很容易被你的烦恼 跟外境的障碍所破坏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那么第三个是自他纪念 自他纪念是最严满的 有一道是说什么叫自他纪念呢 首先先意念自己的佛性 了达新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能够回观广照 我一念心性跟诸佛的心性是平等无恶 那么从自他不恶当中提起佛号 所谓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在禅境双修当中 我们所要观的第一个是先禅观 所有的修行者都是第一件事情 先把心带回家 你一定把你的从五印身心 攀岩的心带回到一念心性 然后再提起佛号 参公书在打佛气的时候 常常开示一句话 念佛人要紧的就是在 本来无一物处当中 提起佛号 提起佛号不是在那个乱七八糟 那个颠倒心中提起佛号 不是啊 你在颠倒的心中提起佛号 那个佛号是没有力量 生灭心啊 你的佛号要在本来无一物的处所当中 提起佛号 这个就是残经双修 自他纪念 那么这三种念佛当中呢 它有什么特色 其实这三个都是 第一个不算是净土了 唯念他佛跟自他纪念 都是属于净土念佛法门 我们看他的特色 看佛表第八 净土法门在整个 中国佛教的传承当中啊 是特别受到重视的 它是一个圣义方便 那么它的殊胜处有两个 也就是说什么叫殊胜处呢 就是它不共仪圣道门的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它是他纪门 第二个它是国际教 他立门就是指的 这个它是谁呢 就是佛陀的本宴的射受力 果地教这果地是什么呢 是净土的射受 所以念佛人 基本上你在内念心 跟佛号接触的时候 你应该是 如果你方法正确 你应该是启动两个力量 第一个是弥陀的加持 第二个是净土的射受 两个都要记足 才是正确的 那么首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心中跟佛号接触的时候 我们启动的弥陀本宴的加持呢 能够成就业障消除 佛会增长 成就现实的安乐 我们有这个灭恶深善的效果 效业障征服会 第二个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累积了一个往生的力量 临终的时候 蒙活间又往生西方 一个卸托道 大悦往生 横超三界 那么这两道 一念心性念佛的时候 记足安乐道卸托道 这部分我们简单做一说明一下 在佛教的历史当中 最早把净土法门 列入叛教的是龙殊菩萨 也就是说什么叫叛教呢 就是把这个教法的地位 把它安立下来 它的定位 它的重要性 把它安立下来叫叛教 龙殊菩萨在十足彼婆沙论当中 他首先为整个大乘 判定了南行道跟异行道 他说依止智利的修学 这个勤苦久延 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 时间非常的久延 我也是南行道 因为过程很多障碍 你花费的时间多生多节 那么一行道的特点是超越而迅速 它的过程是超越 因为佛力加倍嘛 那么时间也特别 那所这个时间特别的迅速 是一生成就的 那么在整个南行道当中 跟一行道的比较呢 龙殊菩萨讲出一个批语说 南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是路到步行 一个人徒脚去爬山一样 你一步一脚印 每一步都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往前走 你一懈怠 你稍微一懈怠 一不小心 可能会从山上 一下子一脚踩空 就落到眼点 所以圣道门的退转是很快的 那么净土门 它不是叫做水道乘船 即便你稍微在船上打个瞌睡 休息一下 它那个船是迷途本院的射受 它是很迅速的 很轻松的 可以达到彼岸 那么在龙殊菩萨的 南行道跟一行道的判施当中 它并没有强调 往生净土的思想 也就是说 在龙殊菩萨 为什么 因为它时代背景是一个正法时代 龙殊菩萨是佛灭度六百年 正法时代的人的特点 善跟强 烦恼淡薄 所以 他在这个时候 念佛 只是用来当破除障碍 天台中的一心三观 它叫做多障众生念佛观 所以在正法时代的念佛法门 并不是为了求生净土的 而我最近有障碍了 念念佛 念念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念本尊奏 扩张 他们正式的修学 还是修习一心三观 所以在早期的念佛法门 在正法向法时代 在整个意念佛菩萨的功德 主要的是启动了他逆门 以他逆门为诉求 但是到了末法时代 这个念佛法门 就不是这样要求了 开始重视净土的往生 这个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道措大师跟坦乱大师 这两个 道措大师当成坦乱大师的弟子 那么道措大师在安乐吉当中 他提出了一个圣道门跟净土门的思考 他说我们念佛 不再只是消业障而已了 更重要的是要为佛地道所生进 要离开五卓二世了 那么他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 他提出了五卓二世的思考 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已经不是正法向法的事情 是一个外在环境 对你的刺激 对你的干扰 是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 会使令我们善根退化 就是你这念心 你把它放在正法时代 你这心在修习止观 运转得很顺畅 你把这个明了的心 放在末法时代 糟糕了 这个外境 人事的刺激干扰太厉害 所以你这个善根容易退化 第一个 内因力的磊落 所谓的磨墙 这个磨不是磨网 这个磨是那种 世俗的诱惑 人事的干扰 这叫磨墙 这是五卓二世的思考 第二个 弃佛九眼 就是外眼的力量 我们生长在离佛时间 越来越晚的到末法时代 斜思恶有的误导 就是说 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判定 谁说的话是对的 末法时代的特点 各说各话 他这样子讲 他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磨墙跟法 就是这个法门的力量 特别薄弱 就是那个正法 已经渗入了太多的水 牛奶的成分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有上根 你要用法的力量的 虽然有内应力 你得有外眼力 所以在这个磨墙跟法洛 两个力量强大的 这个引导之下 这个道托大师说 譬如小树未成 金力暴雨 终为所折 这个幼苗 我要说声是 在说博世界行菩萨道 志向可佳 但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没有判定 现在是什么时代的 你讲这种话 讲这句话不合时宜的 你要正法时代 讲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在梦法时代 你今天不求生净土 那就好像是什么呢 就好像说你一个菩提的幼苗这么小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 暴风雨当中去吹折 那结果只有一个 就变成黄花康七十三列四 就是这样子 白白牺牲掉嘛 对佛教对众生没有好处嘛 所以说 道托大师到了这个时候 他提出了 往生净土的思考 这一点对我们净土法门太重要 所以练佛跟求生净土 在早期是两回事 是两码之事 但到末华时代 练佛人 少部分为了消业障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 菩提到求生净土 这个果地教到末华时代 更行重要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魔强法洛的时代 我们开始以智慧来思考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到一个 比较好的地方去 成就圣道 再回过来 广度众生 这是一个果地教的思考 基本上 念佛人 你的内心的准备 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信心 第二个你的愿力 当你记住的对弥陀的信心 当然信心指的是谁 但阿弥陀也要有信心 愿力指的是谁 对净土我们要有愿力 要有往生的愿力 所以你有信心 你启动的他你们 你有愿力 你同时启动的果地教 所以一记佛号信愿记住 所以一个真正念佛人 他应该同时要记住 信心跟愿力 那么这个时候 他跟佛号接触的时候 他同时消业障 征服会同时也积极的往生的质量 这才是一个真正被炼火的人 他对佛陀的信心 对净土的愿力都要记住 龙氏菩萨他提出一个概念 他说 他说佛陀有两种功德 一者善根 二者福德 他说佛陀的善根 是不能跟人家分享 佛陀的智慧 我把智慧送给你 不可以 佛陀要把智慧送给众生 佛陀顶多叫做 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顶多讲一个语言文字 你自己去思考 你自己觉悟 所以智慧 别人帮不上忙 我把智慧回向给你 没有这回事情 你要打妄想 谁也救不了你 你一个人要跳火坑 佛陀在你旁边也没有用 有一个大师说吗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 你心中的妄想 把你带出来 不可能的 谁有那个力量 因为你自己活在你的妄想当中 你一定要住在你的妄想 实在是谁也救不了你 你只有你自己走出来 但是福德就不同 佛陀所修的福德 是可以跟众生分享的 所以 哈利门跟果地教 是耶德佛陀神 所成就的福德 他印第当中的布施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这五个波罗蜜的福德 那么把这个广大的福德力 放在一句佛号当中 所以我们一念心跟佛号 接触的时候 只要你把心准备好 你就可以启动 他利门 你也可以启动果地教 这个时候 印光大师叫做 急众生心 头大绝海 急就是什么 救着一个苦恼的 没有吃粮的心 当我们正确的意念佛陀的名号的时候 就进入到 弥陀广大的功德之海当中 是这个意思 在偶尔大师的临风中 讲一个小故事说 他说在这个同城 在同城的地方 有两个好朋友 那两个好朋友 一起到外地去做生意 那么其中一个朋友 突然间生病了 死掉了 死掉以后 另外一个人就把他埋葬了 继续就去做生意 做完生意以后 他把赚的钱 分一半给他往生的朋友的太太 他夫人 如是如是的报告 你很遗憾你先生死掉了 把这个钱分一半给你 但是他往生的朋友的太太 对这件事情是心存疑惑 你说你是不是谋财害命 那么他朋友觉得很冤枉 说我带他去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且我也如实地 把这个钱分一半给你们 但他太太还是不相信 这个没办法 就跑到那个 他朋友死掉那个埋葬的地方 就跪在那边哭诉 说我实在很冤枉 你看我把钱付一半给你同修 你同修还冤枉我 哭着哭着 他朋友就在阴暗的地方现身了 就一个鬼神现身了 他说没关系 我替你作证 你改天把我太太带过来 我直接跟他讲 他说好谢谢你 那么这个朋友就回去 就把他太太带过来 不是 那个鬼神说 说我跟你回去 我跟你回家 你把我带回家了 我跟我太太解释 那么这个时候 这鬼神就跟着这个朋友 就要回到他家了 在路当中突然就遇到一些障碍 这个朋友就练阿弥陀 念佛的时候 身上放大光明了 那个鬼神看到光明就啪 弹出去好几公尺 后来他停止练佛的时候 他的朋友鬼神就跑过来说 某某人啊 你不要练佛 你一练佛啊 我的一种强大的力量 把我推开来 我不能靠近你的 那么那朋友说 好好那我尽量不练佛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又遇到一个障碍 他又练佛 这个时候产生强大的光明了 又把这个鬼神弹开来 后来鬼神说 这样子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回去了 你这样子好了 你把我太太带过来 我就住在这个树上 你把我太太带过来 我就跟她说明 让你啊 能得到洗清你的清白 后来那个朋友就把他太太带过来 所以偶尔大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说啊 这个叫做什么 叫一念相依一念佛啊 念念相依念念佛 就是说 阿弥陀佛有大悲心想救把我们 但是 他必须 在我们跟 佛跟众生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谁 就是名号嘛 阿弥陀佛 他也不能经常 在神世间注视啊 所以阿弥陀佛 他必须呢 必须把凡夫跟佛头中间啊 要有一个彼此感应的桥梁 就是这个万德侯明 所以他把这个功德放在名号当中 所以众生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 一念相依一念佛 念念相依念念佛 启动了他逆门 同时也启动了国际教 宵夜障征服位 那么门火将以往生续放 所以这个是整个净土念佛法门的特色 我们成就两种力量 好 我们看经文 回到经文的更二 那么念佛法门它是有相形 你心中一定要有一个相状 那么由这个相状来构成 这个所谓的感应道教 我们看这个相状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 用什么方式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这个地方把这个感应道教的过程 它的整个心地的方法 描述得很清楚 我们看经文 例如有人一专唯意 一人专旺 如是恶人若逢不逢 或见非见 恶人相依恶意念生 如是乃至重生自生 同于形影不相乖意 十方如来敏念众生 如母义子 若子桃氏 虽亦何为 子若义母 如母义时 母子立身 不相违远 好的 那么佛陀把这个 感应道教的相互的因言 他讲出一个批语 他说 比方说世间上有两个人 魔甲跟魔乙 那么 魔甲的内心 是经常的意念 魔乙 一专唯意 魔甲经常的意念 魔乙的好处 但是魔乙呢 却已经把魔甲给忘掉了 那么感应道教 他呢 不是单方面啊 魔甲依念魔乙 但是魔乙去意念 其他的事情 那么这两个人 未来的因言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若逢不逢 或见非见 说这两个 即便是相逢 相逢就是生长在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地方 乃至于彼此能够见面 也都是视若无独啊 单面错过 因为没有缘嘛 没有缘就是说 你见面也没有用嘛 为什么叫没有缘呢 因为 因为这个 魔乙没有意念魔甲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再看第二种情况 恶人相逸恶意念生 假设魔甲跟魔乙啊 恶人相逸 就是偶尔的 彼此互相的意念 这个魔甲 把事情忙完以后 偶尔意念魔乙 魔乙也偶尔的意念魔甲 那么这两个人 产生一个因言 当然因言就比较前 比较前可能 未来的相逢 可能是一生 两生 比较少生 相遇 那么假设是恶意念生 这个恶意念生 就是经常的意念 魔甲是经常的意念魔乙 魔乙也经常的意念魔甲 这两个因言就生了 那么这种情况 在未来的生命当中 从生至生 这个生是一生 下面那个生是多生 可能是一生 因言前的话是一生两生 或者是因言生叫多生 他们两个之间的因言 就像生形跟影子一样 就彼此不会分开 而经常相逢 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人跟人之间的相逢 那是得有言的 为什么他会跟你 做夫妻 他会跟你做子女 他会跟你做朋友 因为你们过去生 两个都有彼此的意念对方 有人问我说 师父啊 你看我会不会出家 我说你想到出家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如果你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你未来出家的因言 出家不是一个绝对的好 但是它是一个因言 如果你想到出家的时候 你的意念是说 哇 出家很 枯燥 很无聊 你今生不会出家 你来生也不会出家 如果你心中去 意念出家法的时候 哎 不错 出家很亲近 想亲服 三公书说 世间人想洪福 出家人想亲服 洪福是带业的 虽然有福报 但是很躁动 所以说 如果你意念 出家法的时候 你是一个美好的意念 你今生即便没有出家 你来生一定有因言出家 其实你世间的因言 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你心中的想象 已经产生一定的力量 你看你做母亲的 你最在乎指令什么 你说这个词你很会读书 这个是最重要的吗 未必吧 一个做母亲的 做父亲的 最在乎你这个 儿子信中 有没有我的存在 是吗 你信中没有我的存在 你结婚 你信中只是一年太太 他信中没有你的存在 你们一眼就胆哦 他再怎么会读书 怎么有用 跟你就没关系了 所以你看 我们看一个人 最重要就是说 你心中有没有我 这个是和服佛法的 言起论 因为他心中没有意念你 你跟他一眼就淡了 即便他名义上你的儿子 有这个儿子 得没有这个儿子 所以我们之间 讲相逢就是有缘 这个一眼的关键 就是意念 心中的意念 所以你看有人说 有人产生一个邪知邪见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们应该要往生到 弥勒净土啊 弥勒净土在三界比较近啊 极乐世界 十万一我独比较远啊 其实你往生 跟眼镜没有关系 你心中不意念啊 就是他这个地方 在你隔壁都没有用 你相信不相信 你心 往不往生 是你心里的问题啊 跟那个几十万一佛土 二十万一佛土 都没有关系的 你的信念 我们这一念心啊 树穹三济 横遍十风 哪有什么距离啊 你往不往生 我要告诉大家 跟距离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心里的准备好没有 障碍是来自你内 你内心当中 不意念佛陀 佛陀在你的前面都没有用 他住在你隔壁都没有用 当面错过嘛 所以我们要知道 阿弥陀佛 会不会去救把某一个人 关键就是 你心中有没有佛的存在 你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当一回事 你在这个地方 下一段就讲很清楚了 下一段 前面只是一个辟语 这以下何妨 我们看下一段 佛陀啊 他把他的内心世界啊 他要怎么度化众生啊 他讲出来 他说啊 十方如来 敏念众生 如母意识 佛陀说呢 我身为一个佛陀 我在一念的 极尽的涅槃心中啊 我那个大悲心啊 不断的意念 死法界众生 就好像母亲 意念儿子一样 但是佛陀 他自己也讲出一句话了 他说问题是 落子逃世 睡意和悔 那佛陀不断的意念众生 就像母亲意念儿子一样 但是身为儿子 他一心一意 只想在外面攀岩 甚至于想要离家出走 那么母亲当方面的意念